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兄弟和他们餐桌上的烤全羊 已经把羽羊灌醉在了蒙古包里 好壮观啊 羽羊乐不思蜀不要紧 味道调查团将带您走进蜀地来到巴中 体验另一种风情的烤全羊 南疆黄羊是巴中市南疆县一带最有名气的肉用型山羊 因肉质佳口感好 现已成为近日国宴的专用羊肉品种 羊肉温补 但因常吃或者多吃会对人体造成燥热之感 所以羊肉通常在冬季作为滋补菜式出现 不过主要生活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南疆黄羊 因其品种独特 所以它的肉质相比普通羊肉少了分燥热的特点 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 今天咱们这儿有催念是吗 对 对 对 这是杀的羊了是吗 你看 杀的杀 杀杨 杀杨 这就是咱们巴中的黄羊吗 南疆黄羊 南疆黄羊 巴中的南疆黄羊 对 这都已经是刚新鲜杀了 刚好的 新鲜的 可是好像不太一样 这是 汤皮的 这带皮的 是吗 带皮的 这俩都是不带皮的 不带皮 这是烤样 烤样就不要带皮 所以这三只羊它做法还都不一样 对 不都不一样 三只羊做法不一样 这三只羊 这个怎么不同做法吗 今天 对 这个小的 做烤样 中号的 中号做羊汤 巴中的烤全羊 通常选用不满一岁的公羊 因为公山羊在放养的时候 运动量比母羊大 所以其瘦肉多 口感嫩 大哥 现在装到盆里了 是不是要给它调味了 对 简单地调一下味 这是盐 盐 还要放啤酒呢 放啤酒 为什么要放啤酒呢 一块去馅子 去除那羊豆的山味是吧 两个酒一块 然后还放葱 用啤酒 白酒 与食盐混合 加入拍散的葱钻 制成的调料汁 不光可以去除山味 还可以提鲜 这是最简单 也是最传统的方法 我一烤 那个香味马上就先出冷了 是吧 对 就先烤四分钟 然后再刷调料 对 再烤 再烤大概多久 大概 还有四十分钟 还有再四十分钟 好像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 烤全羊讲究功夫 两个小时的烤制不能迷人 只有这样 烤制出来的羊肉 才会外焦里嫩 鲜香有味 咱们做羊汤用的这个羊 跟这个烤羊的羊就不太一样 不一样 这只明显要大一些 要大些 这个羊子的时间就是在一年半 一年半 一年半以上 在公母有区别吗 有区别 这个是母羊 这只是母羊 母羊 烤羊要用公羊 公羊 为什么呢 它的生产周期要长 母羊的生产周期要长一些 对 而且感觉就是要稍微肥一点 要稍微有 有一点油脂多一点 对对对 油脂要多一点 采师傅说 八中羊汤讲究的是肉肥汤浓 而羊后腿的瘦肉居多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成为 另一道八中特色美味 这个要用到橘子吗 要用 这个要用到 对的 这样用到 我以为你就是招待我吃一下橘子 就是要用到羊肉 这个拌好羊肉 然后就再放到橘子里面 橘子里面的橘子 拌拌 把那个里面的橘子肉掏出来 你要那个 芹 然后把它填进去 对对对 就这样 接下来的这道菜 炖羊汤剩下的羊后腿 就成了主角 粉蒸羊肉 所有的滋味都来自上锅前的腌制 葱 姜 蒜 这老三样必不可少 豆瓣酱入味 菜籽油增香 最后配上蒸肉米粉 上锅蒸制十五分钟 不过这只是完成了这道菜的一半 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最有特色的部分 就是现在做这个装羊肉的聚会了 对 就是咱们金菊羊肉的这个 对 聚会 这橘子长得特别浓浓 很好看 给个盖去一下 盖去一下 嗯 然后把羊肉填在里头是吗 羊肉装到里面 你看 这样就是一个完成的橘子了 对 它既是一个容器 同时也能给它增加这个香气 让它有清香的味道 精巧可爱的红菊 不仅是盛放粉蒸羊肉的容器 在下一轮的蒸制中 还可以赋予这道粉蒸羊肉 更加清新的口感 哇 一看就特别香啊 我从下来的味道都弄不太 我能够太轻松了 这个巴刺啊 粉线味道特别巴刺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往里装了 往里装 往里装 来 来 就这样往里装那个包包子似的是吗 包包子 对 就在金菊黄羊上锅蒸的时候 蔡师傅助手那边的烤全羊 也开始刷最后一次酱料了 这里头有什么呀 那是密质的香料 密质的香料 密质的香料 又是密质的香料 这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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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拿一下 这是又有脆皮有肉的是吧 对对 尝尝 那个羊肉一丝丝的那种头软 慢慢的 很有嚼劲 而且是越嚼越出味 最关键的是这个料调的特别的好 你知道吗 配合上这个羊肉 所以最后吃起来 你会觉得很有味道 无论在外还是江南 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食材 传统意义上的烧烤 就是将食物直接放到火上烹调制熟 而据说山东五连线的许梦烧烤 可没那么简单 那它究竟有